你也带来了 这胡腕你也带来了 我看你放在床头 感觉可能会用得上 怎么 用不上吗 要不我给你拿回去 用得上 小K 你说 女孩有什么理由能拒绝我 按照角色设定来说 应该不会有人不喜欢你吧 我说的不是角色设定 哥 那就更没有人会不喜欢你了 哥 咱能聊正事不 我这是带着工作来的 什么正事啊 安姐不是出差了吗 是我好消失的剑客 见导演她可能赶不回来 让我陪你去 还让我和你对戏 这次主演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 你跟我对戏 你会武功吗 对不对 那你是剑客吗 不是 所以说这种事还是得黄有余来 自从认识了黄小鱼 哥你就再也不需要我了 小K 我还有件重要的事 让你去帮我办 怎么样 我有件事吗 我所席得的流行掌 应该是游戏设计者 以博武流传的典籍为原型所设计 与你的掌法一脉相承 但你并未掌握其精髓 在此 我将药局交授于你 好啊 好啊 来 与我学 嗯 啊 与我学 你俩的 你俩有什么 什么 真的吗 你俩楼 袁帆 你怎么来了 黄晓鱼 收我为徒教我武功吧 十五号消失的剑客就要见导演了 我想了想 表演一时半会儿也提高不了 重要的是角色契合度 如果角色契合度上去了 我觉得我一定能从所有演员中脱颖而出 所以我想有点武术基础 可是武术这东西是童子宫 一个星期也没办法宿成啊 那万一我根骨齐家是个武术奇才呢 其实现在的女孩子吧 喜欢那种率而不自知的 像咱这种自夸的多多少少有些过了 没事 能学多少算多少呗 可是 没有可是 华有余 我也是一个男人 不能总让你保护我 我也想保护你嘛 四体不勤 根骨齐差 魔鬼训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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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师父 测试你的反应能力 顺便热个身 千万不要被打到脚哦 马步扎稳 马步 手掌 出掌要有力 很疼 真的吗 假的 嘿 出掌要有力 出掌 出掌 出掌要有力 你还练不练了 我练 我好好练 嘿 包小鱼 还有多久啊 再来个十分钟吧 还有十分钟 有人吗 救命啊 偷懒睡觉 你真打呀 黄小鱼 你别跑 黄小鱼 没有你这样做人的 我真的 人不睡觉会死的 算放花落尽 岁月更提琴 尘朵老去 愿我用你 还是最初的你 进步尚且算快 原番也不是那么 如此不可教嘛 小黄鱼 想夸就当面夸 得让我这个当事人 听见啊 那你好好练练 我倒要看看 怎么当面夸 小黄鱼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 特别的 特别什么 特别的有进步 你是想让我夸你 特别帅吧 我 我没有啊 咱可不兴说这个 我这种就是 帅而不自知的 我的意思是说 小黄鱼你 教得特别好 那是博业教得好 而且你学得也很快啊 练了几天武术 这个气质都不一样了 那当然 你也不看看 算了 小黄鱼 你去换身衣服 我带你去见导演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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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